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的昆虫有七香瓢虫 螳螂和蝗虫 你们说的都很好 同学们 你们还知道哪些昆虫呢 接下来老师想考考你们 在下列的图片中 哪些不是昆虫 为什么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回答 蝴蝶 螳螂与蝗虫是昆虫 而蝗牛 蝌蚪与刺猬不是昆虫 那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蝴蝶 螳螂与蝗虫是昆虫 而其他的不是呢 我发现这些昆虫的身体都是由头 胸 腹三部分组成 而且都有三对足和一对触角 有的昆虫还长有两对翅膀 你说的真好 这就是昆虫最显著的结构特征 除了这些基本结构特征以外 还有的昆虫会有大大的头部 圆鼓鼓的胸腹部 以及长长的足 这些特征都需要同学们在生活中 细致认真的观察 下面就让我们到大自然中 去看一看美丽的昆虫世界吧 注意观察它们的外形 色彩以及花纹的特点 昆虫种类繁多 形态各异 属于无脊椎动物中的节肢动物 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 它们的踪迹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人类已知的昆虫 有一百余万种 在昆虫世界里 它们有着鲜艳的颜色 独特的花门 以及奇特的外形 同学们 你们看完视频后又有什么感受呢? 看来昆虫一家的成员 它们都有着奇特的外形 美丽的色彩 以及独特的花门 说到昆虫的外形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以前学习过的基本形 这是圆形 这是三角形 这是半圆形 这是椭圆形 谁能用这些基本形来概括一下昆虫的外形特征呢? 我们一起先来听一听 同学的回答 老师 我观察的是蜜蜂 它的头 胸 近似圆形 腹部和翅膀 近似 椭圆形 老师 我观察的是七星瓢虫 从正面看 它的身体近似圆形 从侧面看 近似半圆形 张开的两个翅膀 近似两个半圆形 这两位同学说的都很好 抓住了这两种昆虫的主要外形特征 接下来 让我们再看一看 下类的昆虫当中 可以用哪些基本形来概括呢? 好了 老师相信同学们 已经想到了 它们是由哪些基本形组成的 下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老师是如何用基本形来表现昆虫的吧 加上圆形和椭圆形 变身头胸腹 添加眼睛和触角 再表现出近似三角形的大大的翅膀 看 一只蝴蝶的外形就表现出来了 半圆形是胸腹部 添加 添加头部 足以及背部的花纹 这就是小瓢虫 三角形是昆虫的头部 加上近似椭圆形的胸腹部 再表现出有特点的足 一只螳螂的外形就完成了 圆形是眼睛 加上有特点的腹部 和近似三角形的翅膀 一只正在飞翔的蜻蜓外形 就完成了 我们还可以添加细节 更好地突出昆虫的特征 比如用点线面 来装饰蝴蝶身上的花纹 让它变得更加好看 然后涂上你喜欢的颜色 注意涂色要均匀 涂完大色块 再去添加细节部分 看蝴蝶是不是更加好看了 请同学们运用这种方法 给自己喜欢的昆虫 打扮得更加美丽可爱吧 大自然中的昆虫 不仅形态各异 色彩丰富 而且它们还喜欢 在大自然中快乐地飞翔 请同学们看 这些昆虫飞行的姿态 是不是多种多样呢 还有的昆虫 喜欢在大自然中 自由自在地爬行 你们看 它们爬行的姿态 是不是也是各式各样呢 它们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同学们 在表现的时候 也要注意抓住昆虫的动态 以及形态的变化 接下来 让我们在一起欣赏几张艺术作品 看一看 昆虫一家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在美丽的夏天里 重重镇的军民收到了 蜻蜓信使的一封信 原来是一年一度的昆虫大会 就要召开了 美丽的蝴蝶 翩翩起舞 他们和人类交上了好伙伴 秋天里 在草地上 昆虫们正在召开 庆祝丰收的大会 真是好不热闹啊 以上这三张作品 共同的优点 就是色彩鲜艳 动态生动 富有想象 下面 就来看一看 陈老师是如何表现昆虫一家吧 在创作之前 我们要先想一想 表现什么主题 陈老师想表现辛勤的小蜜蜂 首先 我先在画纸上 表现出方向不同 形态各异的小蜜蜂 在彩蜜 尽量将主体画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次 在画面的空白处 点缀上适当的环境 让画面更加丰富 有趣 最后 选择鲜艳的色彩 耐心细致地 为主体与背景 添加颜色吧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 蝴蝶老师收到了一封邀请信 到底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 见到哪些昆虫呢 快快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中文字幕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昆虫一家的表现步骤吧 首先 主体画大最显眼 增加细节不怕烦 周围景物做陪衬 画面饱满色鲜艳 技术创作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同学们 请发挥你的想象力 将昆虫一家有趣的生活表现出来吧 注意画面的主次关系 画完的同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给自己的作品进行评价 我觉得我的作品很独特 有进步 比比谁的作品将昆虫的生活表现得更有趣 有许多昆虫对我们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益处 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比如 七星瓶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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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等等 课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哪些昆虫是异虫 还有哪些昆虫是害虫 请将数量填写在美术书上 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异虫 保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